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质也越发沉稳了 变得更加自信和从容 好美 欧阳娜娜和高伟光合作新剧冰雪摇 好神奇的组合 欧阳娜娜看脸状态还可以 但礼服选择失败 不太适合她 显得上半身有些状 高伟光这一套挺有斯文败类那位 匹帅匹帅的 美神降临 大家让一让 迪丽热八一出场就把人美迷糊了 身穿高定礼服 优雅华丽 光彩照人 成为了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细看脸部状态 更是美得让人一步开眼 无丝角灵瑕疵 这条银灰色高定设计独特有艺术感 穿上有女战神的风范 冷艳而神秘 黑色卷发和珠宝的搭配又为她增添了一抹妩媚 一句话 好美的骨相 好绝的身材 第二套换了黑色礼服的热八 又转换了一种风格 眼睛亮亮的 从冷艳美人变成名利女神 热八你也太多变了吧 不变的是每一次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和尘飞语占一起颜值不要太搭 期待两位的新作品 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明星是压轴出场的唐燕 她即将和赵又廷带来新作品《独身女人》 妥妥的大女主剧 繁花真的让唐燕彻底翻身了 这次的造型有些复古 一双大长腿实在吸睛 又灵又萨欲解饭十足 果真是红气养人啊 宋熙这次状态一般 脸上有一丝疲惫 眼睛也有些种种的 裙子看上趣质感不佳 远看还有点像睡裙 奴开花筒才发现原来另有一番风味 宋熙手部肌肉明显 有种充满力量感的美 看来平时美少健身了 景田最近事发府了还是又打针了 脸部种种的有明显的肉感 这条绿花包裙也有些吐气 整个人远不如思腾实习惊艳了 陈都灵协作品贵女和金庸武侠世界出席典礼 一席国风长群和刺绣扇子走到人心坎里 清新的像一幅肃静的话 淡淡的却让人印象深刻 毛小彤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鼻子越来越奇怪了 脸也没有之前灵动自然 总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僵硬科技感 好像变了 又好像没变 甜西温一黑一白两套造型很有反差感 黑色套装搭配冷脸 好A 完全区分于以前的甜妹风格 酷锅的反而让人更有记忆点 另一条白色裙子又回归仙女范 有种夏日的清新 妹妹以后继续尝试更多风格 张静怡年龄不大 却总给人一种大花的沉稳 这套绿色裤装更凸显了她身上的成熟气质 温温柔柔中带些利落感 常被人吐槽爱翻白眼的王楚然 只要正确发挥美貌 颜值绝对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存在 美女笑起来多美啊 以后多多注意表情管理吧 斗镜桐还是那么有个性 但跟以前酷酷的感觉相比 多了一份文青的气质 这次她带来新剧《她的生存之道》 和王传君 严炳燕等演员合作 剧中的她留着长发 非常女神范 好期待这种反差 白百合 李纯本来就长得有些相似 站一起真的很像姐妹花 两人服装风格还一致 都是职场精英范 期待他们在剧中的表现 男明星这边 大头雷佳音一如既往的憨憨 和小月月站一起梦回满江红 新古装剧《长安的荔枝》 从阵容上看 期待之满满 在庆余年二中颜直飞生的张若云 即将和马思纯一起带来星座人之初 俩人是在聊什么呢 画质都笑模糊了 大热古装剧《长相思2》宣布定当7月8日 举位男主一起亮相 其他三位看上去都跟之前没什么变化 但段位的脸是怎么了 像吹了气一样 某些角度看上去是又肿又疑 大勋花卫 大勋又有新作品了 和李更熙合作不讨好的勇气 为大勋黑色西装看着干练又精神 但旁边的李更熙是刚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吗 这包纹皮衣皮裙和刚烫的头 直冒吐气 说完鹅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巴黎第二波 我不说你可能都认不出这是谁 这竟然是摇滚天后爱威尔 才三十九岁嘛 看上去起马老了十岁以上 这整个造型 简直是大型灾难现场 从头到脚没有一处能看的 首先是发型奇特 枯如稻草 然后是夸张的烟熏装和肿胀的面部 让他看上去呆呆的毫无声气 臃肿的裙子使得他看起来没有脖子 仿佛整个头部都直接安在了身体上 顿虫又怪异 第二套换了个造型 看着就舒服多了 虽然也谈不上经验 但这才是正常的爱威尔吧 刘雨昕银色发型搭配白色亮片外套 bling bling的光彩照人 细看他的状态 生土中也找不出侠次来 五官算是比较能打了 精致绣着一套有点普通 发型装造都很平淡 虽然人是漂亮的 但整体造型没有亮点 像个没有情感的杨娃娃 缺乏一些时尚感和个性 杨彩玉在穿搭方面向来没有施过手 尤其是私下的法式穿搭 适不少女生的风向标 这次的表现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黑色吊带长裙优雅复古 麻花便甩起来又翘皮灵动 梨窝浅叫美到人心坎里 于是最近海外行程试真不少 这次去巴黎看秀顺便 还参加了风神露眼 忙碌中状态保持得还不错 这次的浅灰色西装淡眼 而不失格调 搭配白色那搭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清爽有形 这好身材堪称行走的衣架 完美地撑起了这套西装 在看秀现场还和两位女神合影 帅哥亮女豪养眼 尤其是和日本女星林赖瑶的同况 破刺圆毙了 梦一个合作 林赖瑶身材和武官都非常抗达 唯一的败笔就是这稀稀拉拉的刘海 尤其在强光的照射下 看上去油油的 仿佛要秃了 冰冰这次在巴黎时装周 截至目前已经换了四套造型 看得出来很用心 但效果却远不如从前 这条大红色亮钻长菌 显得他绑大腰圆 手套更是败笔 廉价感十足 气场有 但位不对 另一条粉丝长裙搭配黑 长植效果要好很多 冰冰的气场又回来了 整个人霸气侧漏 象征在执行任务的女杀手 戴手上的银色装饰有点多余 取了更好 下面这套则充满科技与艺术感 但美感度上差了一些 整个人完全淹没在了衣服之中 只能说冰冰你是真敢穿 啥都敢尝试 勇气可嘉 另一套华丽的汉服有些难平 一方面 在国外宣传中国服饰 展示东方美值得再赏 但另一方面 她的妆容也太浓了 面部煞白 看上去有些诡异 怪神人哪 更诡异的来了 有了郭采杰的对比 冰冰竟然都没那么奇怪了 郭采杰这是在Cos红孩 这是在Cos一只鸟 杰你是真有个性 精神状态是真美丽 但我也是真欣赏不来 看了以上明星的穿搭 你觉得谁的穿搭最惊艳 谁的最拉胯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